尼泊爾有一位雙腿膝蓋以上截肢的退伍軍人 在歷經人生低潮之後 決定下個月要攀登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瑪峰 鼓勵生長者沒有什麼不可能 尼泊爾四十三歲退役軍人哈里 過去服役於隸屬於英國的軍隊 庫爾克旅 二零一零年 他在一場阿富汗任務中 不幸踩到爆炸裝置 導致膝蓋以上截肢 對比現在樂觀正面的態度 其實哈里過去也曾經歷過極度低潮 不但有酗酒問題 甚至一度想過要了結生命 後來哈里發覺不能再放任自己墮落 開始探索失去腿後能做些什麼事 他從小就住在喜馬拉雅山腳下 也非常喜歡冒險 於是把目標鎖定在珠穆朗瑪峰 一開始 尼泊爾法律安全為由 禁止生障者登山 後來在各界抗議之後禁令取消 哈里陸續成功攻頂尼泊爾六千四百七十六公尺的梅勒峰 以及四千八百零八公尺的阿爾卑斯山脈最高峰白朗峰 下個月就要出發完成他的終極夢想 如果挑戰成功 哈里將成為全球第一位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的膝蓋以上截止生障者 公視新聞 張玉萍編譯 在哪一位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的膝蓋